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这篇报文的原PO 陈明明老师 后来将母女间相处的细腻故事 集结编撰成书 并受到影音公司青睐 翻拍成热门戏剧 妈 别闹了 让妈妈的故事获得更多的关注 我们常探讨父母该如何应对叛逆的子女 但身为子女的你们 如果遇到叛逆的父母 你会怎么应对呢 我妈的一国婚姻 描述了父亲奏事后 叛逆老妈一国追爱 让女儿抓狂的有趣故事 我都要六十岁了 体力有限 健康有限 我得在我还有力气 还有精神 还有性质的时候把自己嫁掉 谈恋爱 结婚都要赶紧 要争取时间 作者描述自己的妈妈 就像是人间怪物 充满自信 勇气与毅力 但也因过度武装自己 不擅长用口语表达 对子女的关爱 妈这个人有一种奇异的天性 即使是关心 也不能正常表达 就算是好话 她也得夹香带棒地说 长这么大了 连照顾自己这顶小事都做不好 你还能做什么 你这个废物一事无成 没有出息 我早就知道你没用了 我不这样讲 你会改吗 凭什么我得对你说好话 母女双方的矛盾冲突 就如同两座活活山的猛烈喷发 而父亲在家中 则扮演着调和的角色 就在父母亲预想退休生活之际 父亲却在五十一岁时 心肌梗塞而骤然离场 母女俩在面对 至亲离世的情感表达 不尽相同 我见老妈只哭了一次 觉得她很伤心 但也觉得她不够伤心 我觉得她应该跟我一样 天天哭 哭上一两年 然后浑身搞素 像维多丽养女皇一样 后半辈子只穿黑色 用意表达哀思 在父亲奏事后 母女的冲突 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因此 女儿搬离了家 独立生活 这也让关西剑拔奴章的母女俩 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母亲自从少了女儿 这个窝里兜的对象后 开始快速拓展生活圈 从晨间散步 晋升到百月登山 看到女儿用电脑跟朋友聊天 灵机一动 也想透过电脑认识新朋友 间接开启了母亲的第二人生 在把电脑搬到老妈家装上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 这个动作会给自己招来 如噩梦般的后果 任何时候 无时无刻 只要我妈有问题 她就会打电话来冲我喊 你快来看看 为什么我的电脑不会动了 我开机了 但灯不亮 我开网站 为什么内容出不来 却出现404 404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大乐透号码啊 母亲在学会使用3C产品后 便开始认识新网友 为了方便上网使用社交软体 她为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字 Rose 只因为她喜欢玫瑰花 娇艳又漂亮 我基本上是用一种加油无知少女的父母心情 在面对她的种种行为 妈 网路交友不是不行 但外头坏人很多 你不要太相信人 哎呀 你管那么多干嘛 我又不是小孩子 自己会看着办 我就得管这么多 要不然你把自己卖了怎么办 不会啦 我都能自己买房子了 还不会交朋友吗 在面对交友议题 看似叛逆的母亲 其实十分务实地往60岁前再婚的目标前进 也勇敢地跨出外在环境给她的限制 我和我妹都离开原点很久了 没道理她必须永远停留在那里 是 她未必能找到一个像爸爸那样的人 但应该要有尝试的权利 为了扩大第二春的选择 母亲从女儿救赎堆中 拿走了一本英文文法书 开始自学英文 并在网路上 与澳洲网友练习对话 英语程度从零基础 突飞猛进直接海放女儿 老妈的再婚对象 是在当初上网找外国人聊天的时候 就认识的 她就是最初 愿意陪我妈聊天 练英文的两个澳洲人之一 曾经我是那么不愿意 让另一个人走进我爸建立的家庭 坐在他的位置上 我觉得谁也不能取代我爸 但就在澳洲阿伯加入 除夕餐桌的那个晚上 我清楚地感觉到 残缺已经不存在了 没有谁会取代谁 有的只是不停融入 每个人的成长背景 可能会因为家人间个性的差异 看事情的观点不同 乃至于是时空背景的差异 而产生认知的落差 从妈妈与女儿相爱相杀的互动中 正是每个家庭都该面对的功课 就让我们翻开我妈的异国婚姻 重新找到与家对话的方法吧